走出入京大门 小孩看到爸爸立刻冲上前拥抱 孩子们替爸爸挂上花环 献上自制手摆 温馨迎接爸爸平安落地 因为他前一天经历了 大汉航空波音737 鸡上金魂 因为没有经历过 当心说应该是掉下来就没救 因为我们第一次接机 本来是想说可能会延误 但是后来就想说变得取消 大汉航空这家编号 K1189的班机 原定22号从韩国人船飞往台中 没想到途中出现压力系统异常 飞机三度骤降 洋气面罩也掉落 大概一个小时 整个飞机就有点急降 然后洋气面罩就掉下来 就很明显有那种失踪感 洋气罩的时候 我们就是大家都吓到 想说怎么了 回向机上情况 旅客惊魂未定 当时飞机进击遮返人船机场 直到23号上午10点多 重新起飞 中午12点15分顺利抵达台中机场 比冤定时程延误约19小时 下飞机就有很多人送鱼了 就是做耳朵膜剧痛 这间那应该也不会打飞机 蛮恐怖蛮恐怖 生死一瞬间不止机上乘客 坐立难安 原本已经抵达机场 要接机的家人也交集难耐 这场意外 机上125名乘客 13人送医 索性没有严重伤亡 但短期内恐怕也让部分旅客 蒙上一层阴影 谢谢王春迪博尽 SNJ小组台中报道 谢谢王春迪博尔